奥托阿波卡利斯的故事即将迎来终目 在这之前 官方对其设定进行了大量补全 同时还原了500年前许多事情的真相 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奥托的故事 1452年奥托出生在维也纳 他是天命三大家族之一 阿波卡利斯家族的孩子 照理说奥托应该有着比绝大多数孩子都好的成长环境 但因为奥托体弱多病 他根本不被家族重视 没有战斗能力的奥托只能选择在别的方面发展 他都终于发明一直默默学习 并且制造一些新奇的玩意儿 1465年的一天 奥托在院子里测试他的小飞行器 他的哥哥看不惯他 觉得奥托是个没用的废物 不仅用石头砸碎了飞行器 还嘲讽奥托说这些是无聊的发明 根据主线剧情的描述 奥托有两个哥哥 一个叫做法比安 一个叫做飞迪兰 法比安色力类人性格怪张 这里所描述的哥哥不出意外 就是法比安 飞行器被砸碎之后掉落到了围墙后面 奥托没有去和他的哥哥争执 而是准备翻墙去找回自己的发明 然而就如前面所说 翻墙对他来说都非常困难 他滑倒在地郁闷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 卡莲出现在了围墙上 他捡回了奥托的飞行器 并且夸赞奥托 做奥托以后肯定会成为大发明家 甚至邀请奥托帮他拯救世界 奥托灰暗的人生瞬间就被照亮了 从那一刻起 他就成为了卡莲的信徒 卡莲同样是天命三大家族的孩子 他属于卡斯兰娜家族 流淌着融合战士的血脉 他们家族的使命就是对抗崩坏 保护人民 然而正是这份使命 让卡莲的父亲 弗兰西斯卡斯兰娜命上皇权 卡斯兰娜家族有一把祖传的武器 叫做天火圣材 这把武器是用前文明的 炎之律者核心所制造成的 由于炎之律者核心 爆发出的能量过于强大 它被分为了两部分 装在天火圣材的两把枪里 当两把枪合而为一 天火圣材会变为一把火焰大剑 展现出真正的力量 但天火的火焰汹涌可怖 甚至会让使用者遭受到火焰的反噬 卡斯兰娜家族有25代家族 因为对抗崩坏时解放了天火圣材 躯体化为了灰烬 卡莲的父亲也因为这个原因死去了 在父亲的葬礼上 卡莲哭得很伤心 奥托于心不忍 他跑到阿波卡丽斯家族的圣堂里 偷着了舍利子 这个舍利子是阿波卡丽斯家族的第一代先祖 在亚洲获得的东西 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熟悉设定的舍长都知道 所谓的舍利子 其实就是用前文明的第一律者的律者核心 所制成的神之剑 虚空万丈 这个虚空万丈类似于图书馆 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知识 除此之外 虚空万丈还能理解出使用者所能理解的物体 虽然虚空万丈的功能无比强大 但它本身是一个人工智能 根据后崩坏书的描述 可以大胆猜测 虚空万丈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崩坏和保护人类文明 为此他需要得到一具身体 此刻奥托对他来说就是很好的宿主 奥托和虚空万丈达成了交易 虚空万丈答应复活弗兰西斯 其代价是奥托自己的生命 为了卡莲 奥托欣然接受 来到弗兰西斯的棺材前 奥托理解出了黑猿白花准备进行治疗 但当奥托对卡莲说 复活的代价是他自己的时候 卡莲狠狠地删了奥托一个耳光 他不想看到奥托做傻事 同时也责怪自己没有力量 随后两人抱在一起痛哭 虽然虚空万丈没有得逞 但这次事件 拿开了虚空万丈和奥托博弈的序幕 多年以后 卡莲成为了驴武神 奥托则成为了科学家 然而天命的野心在这段岁月中不断地膨胀 他们开始使用崩坏人武器 并且发动了东征 东征倒是没什么 但使用崩坏人武器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于是浮华出手了 他以一己之力挫败了整个天命军队 天命因此灰溜溜地逃回了欧洲 由于战败 天命损失惨重 他们开始向普通民众发行所谓的赎罪券来敛财 欧洲瞬间民不聊生 卡莲碍于自己驴武神的身份 无法出手帮助平民 于是他在奥托的协助下 于1476年化身怪盗劫富济贫 此时的崩坏以黑死病的方式进攻着人类文明 奥托为了研究出解药 稳固自己在天命的地位 开始进行极端的人体实验 同时他也开始研究另一个前文明留下来的黑匣字 天命有两个匣字 金色的匣字是虚空万丈 刚才已经说过了 黑色的匣字则关押着青石之律者 在那个时间点 青石之律者还没有被制成神之剑 研究黑匣字风险极大 甚至可能毁灭人类文明 而卡莲在某次怪盗行动中 恰巧撞见了黑匣字相关的实验 这下矛盾就不可调和了 他和天命以及奥托的分歧愈演愈烈 最后用武力夺走了黑匣字 逃到极东 那个黑匣字是有裂痕的 卡莲在极东遇见了八重鹰 青石之律者通过裂痕 扰乱了八重鹰的心智 八重鹰因此成为了李四律者 这个时候奥托和卡莲还有联系 奥托将神之剑 尤打的誓约送给了卡莲 帮助卡莲封印八重鹰 八重鹰最后确实被封印了 但卡莲却被天命的部队带回了欧洲 在那个时期 欧洲的权力机构 除了天命的三大家族 还有一个叫做古堡仪会的组织 东征失败 卡莲背叛 这让三大家族的权威一落千丈 古堡仪会想要借机夺取三大家族的权利 奥托的父亲尼可拉斯想出的办法 是让奥托和卡莲结婚 尼可拉斯准备把天命主教的位置传给马赛尔 这个马赛尔是奥托的哥哥 贝蒂兰的儿子 也就是奥托的侄儿 马赛尔当时才16岁 就有一副铁石心肠 手段也成为脑链 尼可拉斯计划在马赛尔成为主教之后 让妻子和奥托的哥哥把比安 以及姐姐丽莎一起退休 这样一来 古堡仪会就会麻痹大意 觉得马赛尔可以随意操控 阿波卡莲斯家族 这是在将权力拱手相让 但在尼可拉斯的计划里 精明能干的马赛尔 会让古堡仪会臣服于他 这和奥托与卡莲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也是尼可拉斯的计划 作为武器的卡斯兰娜家族 太不可控了 目前的卡斯兰娜家族是一个叫做卢卡的人 但卢卡没有猜人 卡莲含冤入狱 他都没有办法救出来 为了彻底夺回卡斯兰娜家族的控制权 卡莲卡斯兰娜必须死 因为卡莲死了 卢卡是没有办法守住卡斯兰娜家族的权利的 阿波卡莉斯家族就能控制住卡斯兰娜家族 但也有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奥托和卡莲旅行婚约 结婚之后 卡斯兰娜家族的权利 会很自然地受制于阿波卡莉斯家族 因为尼克拉斯会把现任家族卢卡收拾掉 奥托则会成为卡斯兰娜家族的新家族 卡莲在这个计划里 会变成阿波卡莉斯家族 控制卡斯兰娜家族的人质 不过一切都能和平解决 至少卡莲不会死 所以就有了卡莲和奥托在监狱里的那段对话 他们两人都对局势心知肚明 奥托甚至去求了不愿意求的父亲 才换来了这样一条生路 但卡莲根本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心活下去 在卡莲决议寻死后 奥托就已经疯狂了 醒醒的那一天 奥托放出了崩坏兽 捣乱刑场 准备救走卡莲 卡莲却不愿意看到民众被崩坏兽攻击 混乱之中 他被其中一只崩坏兽刺传了身体 永远地死去了 根据目前的祖先剧情 卡莲死亡是奥托的姐姐精心策划的 那个时候奥托被姐姐丽莎玩弄于鼓掌之间 心慌神乱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来 卡莲死后天命全力更替 民众叫苦不迭 他的死亡是在1477年 不久之后 主教之位确实到了奥托的侄儿 马赛尔那里 但实际掌握权力的 却是奥托的姐姐丽莎 丽莎杀死了李克拉斯 让马赛尔成为了他的傀儡 在相关的语音中 我们可以发现 马赛尔不像李克拉斯描述的那样 沉稳脑恋 这其中恐怕还有什么隐情 丽莎获得权力之后 应该对奥托产生了什么威胁 奥托因此只身逃出了天命 从总部脱身之后 奥托来到了威利斯 一座穷山小岛上 这个地方原本是用来买死人和堆垃圾的 不过岛上有一座圣米凯莱修道院 在这个地方 奥托教导了许多孩子 其中有卡莲帮助过的沙夏 还有对他万分崇拜的威拉 而这些人都是圣恒觉醒者 丽莎莎莎莎特是个暴君 在他的统治下 人民逐渐诞生了反抗意识 被处死的卡莲因为敢于和天命叫板 生命最后一刻也在保护民众 于是卡莲被神化为圣女 压迫让人们以圣女的名义发起了起义 他们推举奥托为统帅 让奥托对旧天命发起进攻 1491年 丽莎的政权被奥托指挥的部队推翻 奥托也成为了新天命的主教 胜利的那一天 奥托站在天命的教堂里 外面是对他的赞美 他终极了乱世 统一了天命 但他却流下了泪水 他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 因为无论怎样去歌颂卡莲 去践行卡莲的意志 去抵抗压迫 去保护人民 卡莲都永远离开了他 虽然他有牵挂的学生 但1543年 那个名叫奥托威拉的人 也永远离开了他 从来以后 他不再仁慈 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便是奥托在500年前的经历 其中 天命内战的细节还不是很完善 希望下个版本的主线 能够补全这一部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看完记得点个赞 拜拜 拜拜 拜拜